5月11日下午,中国赴钢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12名成员,从河北石家庄镇定国际机场出发,前往钢果金,协助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专家组成员主要来自河北省各大省医院和省疾控中心,涵盖、呼吸、重症、中医等专业。 这些专家均参与过一线防疫工作,未来几周,他们将在中国驻钢果金大使馆的指导下, 与当地政府分享防疫防控经验,指导当地医疗机构开展防疫救治。 并对中国原钢果金医疗队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业务能力。 啊,这个我们是跟着他们的需求,这个有真正性的进行准备, 供现在了准备我们的课件准备了20份,有真正性的问题的答案,方案,我们准备了100套。 河北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边东,是专家组里的中医药领域代表,为了这次援助,他进行了大量的准备, 他希望通过这次医疗援助,在当地传播好中医药技术和中医药文化,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和优势。 我这方面主要就是把国内中医药在抗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直到他们应用中医药来治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据王俊辉介绍,此次专家组还携带了一批抗疫物资一同前往,包括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 以及一些在防治疫情中证实有确切疗效的中程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